行事局干员破门而入 在檳榔滩后方暗示 破获上市烟蛋制造工厂 并查扣一托米纸 烟油烟蛋及制造器具等 警方调查阳性嫌犯 还在社群媒体兜售上市烟蛋 并利用檳榔滩做掩护 行径相当嚣张 阳前以客制化 生产多种水果口味 烟蛋吸引青少年毒品 引君子上门消费 并利用檳榔滩作为掩护 及犯错据点 台北市警察局新一分局 则是向上作员 朝会对夫妻党经营 上市烟蛋分装厂 还以客制化方式提供 不同口味烟蛋 以吸引年轻客群 该犯罪集团的人 对夫妻党的人 他们用无事自动 在屋上学习这些自读的知识 然后并且小弟子 我们当程序上门手 跟送这些毒品 民雄分局干员 则是跨境到台南查获嫌犯 利用出租套房制造上市烟蛋 本市查获的毒品原料 大约有非制成2000克的烟蛋 因为我们分局是在 这个基础名指列管 为第三级毒品 迅速来期货 有效阻断这类毒品流落四面 由于西式上市烟蛋 毒架事件频传 造成多起伤亡事件 甚至连执行员警都因此殉职 警政署因此通令全国警察机关 针对一托米子类毒品 进行全国性 系统性及主题性打击 成果封硕 我们从7月到9月 一共查获的这个部分 是有这个烟蛋 7,540克左右 还有呢 查获的这个 笨墨 看这些这个毒品 这个烟油 大概是有48.3公里 还有呢 查获的现金 大概是来到了 693万 还有分装工厂 有18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在这部分 是没有停歇了在查清 刑事局方面 根据所破获的案件发现 境外输入境内分装 成为上市烟蛋 主要犯罪模式 更有与安非他命混用的迹象 因此警方超前部署 提报裂管 依托米子类制毒原料 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这个烟蛋的成分 最主要是依托米子 还有这个 依托米子 还有这个 大概是这类的麻醉药 加到这种原因 同时也发现 所有跟安非他命来补用 造成了 这个可能吸食的人 他会有些麻醉的状况 如果来开车的话 会造成了很不特定的危险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会继续持续来加强取定 除了持续加强查记 警方也呼吁国人 不要因为好奇心 尝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蛋 不但可能因此上瘾堕路 吸毒深渊 吸食后 驾车更恐怕会 量成重大交通事故 害人害己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